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望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的4月14号 首先这里有我们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各位网友早晨 有这个纽西兰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有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一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二台正向部 三台沙冷气那里点赞和分享和订阅 以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和和平理性的声音 《望向正向沙冷气》做齐三宝 看完一点,不用看白痴辩论就真的好啊 这一节主要是说 既然猛猛出集第二集 又出来了 既然很久了 既然为何叫做猛猛出集第二集呢 他又要争取暴光 这一节就搭着陶杰 接着药杰 就走上个擂台 辩论擂台做嘉宾 评判 就由这个新一代 厮丰 还有那个林林的 民建联的自称少壮派 就上阵在那里辩论 上了港台的什么事点 31辩论大家不用去看 不要加他heat rate 他的题目是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这个真的是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觉得是 我们经常都这么说 其实我们这个台 黑人争的地方 一开台以来 我们都说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真的 而且揭露了很多人的恶狗行为 不要说恶狗 有些人是奸诈 他特意说香港 香港没有福气了 就来死了 结果挑起人的情绪 他在那里互斗 他自己就这样买 移民啊移民啊 移民啊 找我啊 记住找我 还要借钱 找我借钱 我帮你移民 那些这样的福气 真是 那些人我们经常揭露他 当然黑人争了 是不是 揭露神郎 不好意思 常常都 哈哈 是这样的了 就是我们 一向都是 就是 口不责言 有些人觉得 你这帮友仔 经常说个事实出来 那说个事实出来就恨人争 这个是没办法的 很残酷的 对不起 是我坏 只坏到我 哈哈 哈哈 到底这个辩论是谁赢呢 基本上就是 没有人赢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首先就是那位林林小姐 那个声道 就大过 阿智峰 所以他就 常常抢到阿智峰 说话 阿智峰 就一说话 两个人就在那儿斗说 就是你说话 我又说 这事就完全是答声的 根本是不用看的 那么 就是 阿智峰一上来就说 香港人 原本有福的 但是因为 但是福气 就是关于 什么政治体制 拉到政治体制 这个是他的论点 就是说 没有人权又没有自由 有什么政治 有什么幸福的 这些都不幸福的 类似的说话 那么林林 她是一个 这个林林 也很棒的 她是去过 这个联合国那儿 帮忙说过香港的情况 特意推她出来 而且听她 是不是民建联林林 是吧 是民建联林林 我开始听到林林 什么名字 那么 那么 那么漂亮 哈哈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这么说 千万不要这么说 好像是澳洲留学 曾经是澳洲留学 是的 我听她说的那些英文 都很棒的 那么她自己就说 你们希望改革是可以 但是正常人希望的幸福 其实在黑暴之前 所有人出街都不怕被人打的 说话正正常上是可以的 但是自从黑暴之后 就没有了这种幸福了 这么说 因为不尊重言量自由 他们这班人 不过要插一样东西 现在不好意思 一定要说的 有些网友说他们在看我们 2018年的节目 如果你看回2018年的节目 不是放在我们现在 《Mohan Pitchable》的频道的话 我建议你立刻关掉它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2018年我们有些节目 是在尽其二的 如果你看那些节目 然后就看广告 那些收益是会给了 可能帮到尽其二和黑暴人士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看2018年 不在我们本身这条频道的节目 刚才要说清楚 2018年11月26日起的节目 你在我们这里听可以 但是不要听在之前那些 因为之前那些已经不是我们的节目了 我们连那些版权都没有了 基本上是给了尽其二得道 那尽其二得道那边是一毛钱都没有给我们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先说清楚这件事情 是 免得有些人又出来说 喂 你们和黑暴是一伙的 不是 我说明白 不是 绝对不是 因为他们那时候 其实我们在《星期二得道》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一班已经停止了所谓抗争的支持 就是社会人士来的 曾经支持这个抗争的社会人士 但是他们在这次黑暴事件 就是以一个180度的急转弯 所以要说清楚这里 不好意思 又要打断家产说的事情 你可以继续了 这个很重要 是 没问题 他然后主要都是说 我们现在连最基本的安全都没有了 他并且说了他自己是怎样 他是被人起底 出街都要很惊慌 那这是不是幸福呢 大家是围绕着政制的问题 说是幸福的 然后一直在说 根本是很难听到 基本上林林小姐说的 这个是由于他的声调是比较高一些 就比较高一些 就可以传达到的信息出去 就容易一些 之后啊 之锋呢 就立即说 其实这层辩论都没什么用的了 怎么在那里说 就是兜了 那反而是由这个 台上三鬼评判乱入这个问题 就这个 芒果佬啊 陶杰啊 他们个个 謝偉俊 他们个个都没有回答声的 你一言我一语 是十分之平顺的 就这样说 但是芒果佬就 前一句 就地方肺炎 后一句 就美方肺炎 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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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说 政治 但是现在是问你 你行不幸福吗 你们说过理题 为什么你们说过政治呢 这么说 陶杰先生也有两嘴 怎样比那几个人 都是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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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你们 为什么 你们这样说都是理题 就是类似的 说话 到 謝偉俊的时候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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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就说 以前 大家 大家 啊 九七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 啊 啊 啊 心愁大恨的 但是 现在 自从 黄毓敏之后 就是 大家都 都是 都会说 同僚的 啊 就是 大家尊重对方的 帮佛佬一句 一句 就说 这就是假成成啊 啊 啊 但是他 他自己和法叔都很熟的 要说清楚 就是法叔拉头 以前 已故的 王王法先生 不是 不是 劉 劉王法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王王法先生 他也是一个很尊敬的人 王文法好像还没死 是啊 是啊 所以我要很敬重 很对不起王王法先生 他是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的什么 我是很尊重他 我说一下 我说芒果佬的事迹 就是他 和法叔很熟的 你要看 法叔 以前在马会 拉头马 芒果佬都会在旁边的 现在就算他的儿子 拉头马 可能有时 芒果佬有时都会在旁边的 是啊 是啊 所以他先说清楚 因为 有些人 说什么假星星 其实他主要就是 说给自己的支持者 你不要忘记 他在林郑月娥后面 也有个V字手势 哪个假星星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照片 你还记得我们 整天都在笑他 是啊 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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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中華民國的 台灣省的文化 但是通緋類其實就是當時就是要什麼的 就是為了鼓動那些人受共的情緒 是的 現在他當然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所有有意見的人都是緋類 只要你要聽教主的指揮棒 總之教主指你去哪裡你就去哪裡 其他人說什麼呢 都是一個緋類之言 所以你千萬不要聽 但是他經常通緋 只有教主可以通緋 他可以 教徒不可以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等於那些所謂那些教主淫增 淫增教主那些東西 在武俠小說都知道 我可以搞女人就行 你們就不可以搞女人 你學我你就死定 我學我做這些我就可以通神 就是等於這些說話 他們會這樣說的 因為我修煉的程度就高過你 那我就算破了這個淫戒也不會影響我的修行 但是你們一破就會 就麻煩了 破戒你就全部功力沒有了 所以你如果沒有功力的時候 千萬不要再揹一下 千萬不要這樣 千萬不要這樣 謝偉俊曾經提過的 那些什麼民主不能夠 就是大家看一下 現在西方的疫病情況 可以見到民主並不真的可以帶來幸福 那黃毓敏啊 芒果佬馬上說他妖言惑眾 民主是個好東西 這個我也要講 不好意思我也要講一講 民主是個好東西 但是謝偉俊他講的話 他不得確實 他應該講清楚 就是西方的所謂的民主政治制度 未必帶到幸福給國民 應該這樣講 就是你這樣講 我覺得就公平一點 所以也不是妖言惑眾 不夠精準 不夠精準而已 不是妖言惑眾 這兩個東西是由他來的 然後陶傑立刻就講了 但是民主其實都是會弄一個猛炳出來的 你看看誰 所以我們要一國兩制 怎麼這麼說 所以一國兩制如果實施得好的 香港的情況是好的 就是因為 最重要就是你這個人有沒有理性 怎樣怎樣講一大輪 就是說你有沒有理性行之有效 不會好像現在選了些傻丙出來 類似暗帝的大統領 所以就必須要遵守這個一國兩制 平衡一國兩制 高舉一國兩制的頭牌 我覺得很驚訝 你跟他所寫的東西 他也不說要推翻一國兩制 不過他轉彎抹角 當然一國兩制要互生乎 講的東西跟陳雲根 陳雲先生 這個自己按鐘仔的道士 是一模一樣的 他們為什麼會說 現在要高舉一國兩制呢 這個陶傑 今天他上了港台 他現在要跟回 其實這個陶傑是很聰明的人 他雖然寫的東西很複雞 他每一個平台寫的東西的立場 都可以完全不一樣的 他在港台 他如果在港台說話的話 他一定首先 這個是聰明的人 我要告訴大家 他首先講的東西 一定要不可以令到港台 會出事先的 是不是? 他沒有理由在港台說話 然後會令到港台出事 如果令到港台出事 下次就不請他了 是不是? 就是小小居馬費一個出鏡的機會 對他來講 都是一件工作 首先講清楚這件事 所以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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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他厲害不是抬舉他 是說他這種辯念的情況 可以變得這麼快 就是說他變色龍是厲害成這樣 因為其實他今天可以在蘋果裡說 民主萬歲 什麼什麼萬歲 之後第二天說 這班漢奸 狗賊 是嗎? 就是同一個人來的 但是 不要說今天的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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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同一天寫的文章 在兩邊 兩份報紙都可以完全不同的 他寫的只不過是 他寫的只不過是一個工作 他寫什麼都可以的 你給他錢他寫什麼都可以 他都自稱是文記的 所以 沒有所謂的 他都覺得 他是沾沾自喜的 為止是 但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 如果他做到這麼厲害的話 其實我覺得 他當然有些東西是很差的 就是寫那些種族歧視的東西 就是這些就是 他是沒有道德底線的 這個人 就是我不知道哪些人 叫他寫那些種族歧視的東西 但是他呢 就整天都寫這些東西 那麼他 這個東西呢 就有問題 但是你說他寫不 如果他寫不跟政治立場有什麼問題呢 我就覺得 那OK的 有些人是喜歡這樣 那你 都沒有辦法言論自由 這個社會 兩個字 尋食 尋食人權 尋食都是我們主張的東西 所以我們都不會 譴責他這件事 只不過很多時候 他寫的東西 尋食文章裡面 又滲很多 那些 叫人種族歧視 歧視內地人 歧視內地的東西 所以我們從來都是譴責這件事 是啊 是 是 到最後 那裡 其實 一比上去 他們 台上那兩個 就比台下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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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sour 大渣哥卖 但是深圳说会跌价 口罩 起远了 最后他就说 我们要追求一些大的幸福 民主、人权、自由那些东西 林林就说我们要追求小确行 大家生活得好就可以了 一个卑微的愿望 不是小确行 卑微的愿望不是小确行 这个是他说的吗? 他说小确行其实是一种小确行 他是尝试用黄人的说话去说 黄人经常说小确行 他就说小确行 在网上说 但是不是的 其实很卑微的 其实我们主张很卑微的 我们主张的不是小确行 因为他们说的小确行就类似台湾式的 他们的华语权就是 你们政治多分乱都好 我都可以找到我的小确行 但是我告诉大家不是的 就是台湾那种小确行在香港是不适用的 香港是一个商贸 没可能做台湾那种小确行 我还想一想 你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还有一件事就是台湾很多人 基本上有组业的 就是他们起码都有间物业那些 有间屋那些 跟香港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那些人说 对不起 你先讲 起码在农村里他们都有间屋 就是你北部买不起房子 那他们南部那些村子 就是那些起码都有间 你说的对吧 起码不会像香港那样 连住院都成问题 香港人是没有根草 你没有一个根可以回去 就是本来 就是本来我不是说 就是其实就 有些人在内地都是有个乡下的 但是他们是没有屋在里面的 所以为什么说香港人很多是没有根草 就是这个意思 嗯 还有我觉得林林说的小确行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主张的 就是银食 不过他就用了这个词 因为他就是这样 我觉得 他就认为 即使你争取民主自由 也可以啊 林林就说 但是没有人叫你 就是用汽油弹啊 那些东西 就是汽油弹 当然说是激烈的手段 他说的东西都是很温和的 浅色人物说的东西 那如果你说最后是谁赢呢 我觉得我个人来看 陶杰的表现是比较好的 啊 芒果佬就 我正确一点来讲 是不能够说是谁好的 因为我基本上是讨厌芒果佬 所以我是偏颇了陶杰都有可能 但是顾问论怎样啊 他特意出这个节目 都是想告诉别人我还没走的 啊 猛猛出色 林林好哦 林林好一点 我当然觉得哦 不要紧了 林林也好的 林林好 绝对是好过黄之锋的 这也不用说 因为他说是一个普通人的卑微愿望 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愿望 他说一些东西是比黄之锋的 黄之锋是大书的 林林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我觉得啦 他那个形象呢 就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啦 我自己的看法 我没看完他的全样的 因为他整住个 我觉得他不要说是老婆的 他是一个普通人 就是他是走对了一条路 我觉得 他是一个落选区议员来的 是 这次落选了 但是他依然做很多地区工作 是 就是一个贴地气的人 是会明白 基层是多么痛苦 而不是黄之锋那些走出来 开口就民主埋口 什么 那些假大空的东西 他给我的感觉黄之锋是 是说什么 其实都是柴米油盐 就是我意思说他 他太太就是一般人 就是柴米油盐 我们都是啦 就是 就是我们就是 太太太的老公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 是的 真的 好了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我们也会继续跟进的 看看猛莽会不会第三集出来 一定会 他要让人记得他 好 多谢大家 拜拜